要为大家介绍Excel技巧50 在这个50的技巧当中 要教大家如何使用保护工作表 什么叫保护工作表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 我希望这个表单里面的资料 不想要让人家去做修改 这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来保护它 你就可以利用这边有一个功能 叫做保护工作表 给它按选择 在这个地方打入你要的密码 那你希望人家都能够不动观看 你可以把这两个勾勾打勾拿掉 直接按确定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打 密码 这时候呢 这张工作表就再也不能动 而且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表单 功能区已经变成灰色的 也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这个就是保护工作表的使用方式 再走 炸一下 我能看清楚了 这时候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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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这时候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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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